大家好,欢迎来到青银小卓的频道 亚洲的育种家里面,我对牧村卓公有好感 因为他是一个实心实意做月季育种的人 我说对牧村有好感不代表对其他育种家务好感 河本和天狼的品种适合盆栽精细养护 牧村和河本麻稽子、梅昂和科德斯等育种的月季更适合庭院 理解了这一层,也就会少了些无谓的纷争 再来牧村对各家月季做了分类评价 他的评价公允和详尽 对于世界各地的月季爱好者有很大参考价值 无论是育种家还是园艺频道 我只关注能保持客观和专业性的 牧村就是其中之一 近来我购买了My Rose和Masha Martha 以及Lila Lilas等牧村的品种 栽种体验都较好 但唯独对牧村前些年培育的天方夜谭不大满意 所谓一日散的月季 说的就是天方夜谭和瑞典女王 这两个月季确实不耐开 但也不是一日散 我对天方夜谭不满意的主要是抗醒 我是低维护不打杀菌药 也处在比较炎热潮湿的地区 不打药之下每年夏季开始就有了些许病害 到了秋天很多月季病害比较严重 严重的甚至会光感 我采取的是末位淘汰 表现越差的品种就越懒得搭理 现在到了六月 我地仔的粉色龙沙宝石就处于不健康状态 叶子已经在掉落中 整体状态有些难堪 同样不大健康的还有几个奥斯丁月季 低维护当然是很好的养护模式了 我现在越来越关注多年生草本花卉和求根植物 花团中只栽种月季不会有较好的观赏效果 盆栽和阳台也一样 也有绣球茉莉枝子花等更加丰富的选择 月季和其他花卉搭配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低维护选择更加容易打理 开花性更好的品种是无可厚非的 但我今年在六月初给盆栽月季贴上防晒膜后 盆栽月季立即有了截然不同的表现 天方夜谭就是很好的例子 原来它的抗性没有之前我以为的那么差 之前它表现不好 是因为我没有采取某些必要的防护措施 我这里前几天最高温度有三天达到了摄氏37到38度 我曾经用温度计测量过教阳之下露天环境 实际温度比天气预报要高6到7度 相比于枝子波斯菊等植物 月季的耐热并不好 超过30摄氏度就需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 只有月季根系处于适宜的温度和环境 植株才可以保持健康状态 天方夜谭比较适合盆栽 整体开花性较好 花形花色也有可取之处 香气虽不强烈 但也比较清新宜人 花朵耐雨林中等水准 植株抗性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准 花朵的耐晒耐开耐热不够好 但作为盆栽来讲 露天环境也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如果开花后遮阴就会有更长的花期 不幸运 不幸运 梅